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一个特别小的东西 Just Twice出品的这一款迷你的极小变形探找 其实这说起来啊,我记得以前有一家专门做极小的极一玩具 叫Just Twice好像啊,这一回呢是Just Twice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是一家 盒子非常的迷你,连一个巴掌大都没有 包装也是那种仿机一式的,但这里做了那种模糊处理的 矢量图式的这种探长的一个外观吧 这边是玩具的食物,后边这里竟然还有机器恐龙 难道浴室是什么吗?什么叫机万?这个才是真正的机万 不光外包装像,里边的说明书这些执品也像 其实老机一玩具的探长就是这样的拉叶式的说明书 同时里边还会带一张贴纸,我这个车已经贴上了啊 但是呢,为吗有两张贴纸呢?就有中奖了 转几圈看一下玩具的食物吧 这个基本上就是老机一的探长的一个完全缩小体 特别特别的迷你 其实曾经啊,我特别喜欢老机一的探长 之前也是看了一些其他的视频啊 感觉这个设计太独了,因为在老机一的那个年代 80年代设计出来的这探长不光车型很漂亮 它身上各种联动的那种变形设计也很精彩 同时这一次的Just Toys的这款小的极小探长 它甚至把这些联动也给你完全的还原了出来 整体来说身上利用了不少的合金键 别看它尺寸小,分量可是不轻的 而且身上加上贴纸以后把这些细节都贴出来了 这个小车还是挺有样的 驾驶室里边的这些座位了仪表盘的这些刻画的也不错啊 但是可惜少了一个方向板 然后这辆车其实是有原型的 别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敞篷机谱 有人会说这个有点像那红白机老四墙里边的赤色要塞啊 其实这辆车它在现实中是有出处的 这辆车尤其我们转到正面看窗口下方的这一排贴纸 这是美国伟大的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的专属作家 就老和部队的应该明白啊 不懂得去问郭德高 身上已经装载上去了后边的机枪 备用轮胎油箱这些东西 额外还有一把探长人形拿的武器 小枪 肩炮 以及三枚弹射子弹 上面已经装了一发了 同时这个肩炮 它里边真的是有弹簧机构是可以弹射的 哇 还是保现在都 把油箱射掉了 就海日宝现在都很少做这种带弹簧的弹射了 以前在IGW4.0弹簧弹射都改成了那种 类似于拿C型的那个秃头去弹射的了 所以说这一套其实真的很有老玩具的韵味 这个也是期盼了已久了吧 但是后来看了看啊 G1的探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我虽然很喜欢这个模具 但是一直没舍得下手 同时看了一下KO的探长 KO的探长也不便宜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一下KO探长 现在在市场上面卖多少钱啊 清理一下台面以后 首先变形我们需要拆件 这个时候不要有人刷什么插拔变形啊 这因为是老G1的玩具 后边这里的这个枪其实是可以上下抬动 以及左右旋转的 这里是一个轴拔下来即可 把备用的油箱和备用的轮胎拆掉 麻雀随小五脏俱全的感觉啊 真的拿起来很有分量 都是一合金小车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车拉长 这里边有一个滑道 拉出来它的腰身部位 然后把这个大脚板翻转一个90度 跟着们立起来 同时把车的靠背和座位 折到脚和根里面去 接着侧面这里的两个绿色的小方块 旋转180度 放到了小腿的外侧 下半身现在就变完了 你就可以立起来 上半身这里的变形 联动的地方就来了 首先往下折这个轮子 再往下折叠轮子 电镀部分的时候 这个手臂会自动的往外顶出去 这下方这里能看到 这有一个抹坡状的 其实这个设计的结构呢 在晴天柱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种斜40度的 抹坡往处一拉 手臂伸出来 然后再折另一边 把这个顶出来 这个真棒啊 20年代的老玩具 就有这种很精彩的联动部分 然后把这两个小短手放出来 接着又一个精彩的联动 我们再往下翻折这个车头的时候 脑袋会自动的顶起来 这个也是里边的一个小零件的机构啊 导致这个脑袋在下边一顶 就把它伸出来了 简简单单的几步变形 这个探长就算是完成人形了 很可爱的样子 贴上贴纸以后 这些细节其实还挺耐端的 而且这个头雕也不丑 真的挺好看的 涂了银色的漆 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很精彩 也确实感叹 老一代的这些设计师们 在那个年代 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些变形设计 同时在这款探长身上 还能展现出来这么好玩的联动变形 身上的两处联动的细节 不能说它有多巧妙 只是说用的非常合适 你在把玩体验上面 简单的几步 就能把一个小的机扑车 变成现在探长的样子 这一点的感觉体验 真的是太妙了 同时有一种穿梭时光的感觉吧 翻回来那个八十年代 你第一次能感觉到 这样的模具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惊喜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老机翼玩具的韵味所在 可能说这就是一种复古的情怀吧 又翻回来看一看三十多年前 小四十年前的这些玩具设计 再看一看如今的探长 如今的探长 起码他不会裂吧 对吧 大哥也放在旁边站了半天了 我们来实际比一下尺寸 这个探长的高度 甚至不及老G1的擎天柱 这一条腿高 他连膝盖都没到 可想而知 他的尺寸有多迷你 擎天柱可能不太直观 我们把大黄蜂拿上来看一下 大黄蜂在老G1玩具里边 算一迷你展示 但是放在极小的身边 他都是一巨人的感觉 所以说这些小东西 非常的精致感 你真的如果把这个系列 都出全了的话 把这些老G1的玩具 全部做成这种极小的身材 摆在那里看 你的柜子里边 特别特别的带感 而且对于这些情怀党们 来说其实G1的玩具 带给他们的是不同的体验 他不是说多少钱的玩具 现在多高贵的MP 多高贵的这些第三方产品 能带给你们的 没有味道 什么是味道 什么是情怀 其实很难表述 可能现在看着电影长大的 这批玩家 感受不到这种情绪 这些老家伙们应该会感同身受 我这么多的玩具 其实不管说是变形金刚也好了 非变形金刚 冰人飞机这些什么东西都算上 我个人最珍贵的 反而是这一款热泼 因为这个是我收藏中最老的一个 这个是老G1原版 80年代 这款的热泼是86年 它跟我岁数一般大 同时还能保持一个不错的品项 身上的贴纸竟然还在 所以呢 你带入了这个情绪以后 有的时候大家在说 G1的玩具落伍了 多丑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 有可能我们这代人会感觉 G1的玩具有不同的美感 不同的魅力吧 所以呢 看到老G1的玩具 能以另一种形式 这种极小的 特别迷你的尺寸 重新演绎出来 有一点恍惚 这一回Just Twice出的这款迷你小探长 也算是完成了我个人的一点点怨念吧 非常喜欢 很精彩 也是真心的希望 Just Twice 你如果能把这些老G1玩具都做一遍的话 那就太棒了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